未经允许不得转 说到新加坡女星不少在我们中国发展的都是很不错 比如说范文芳、郭菲莉、郑秀珍她们 其中很多网友觉得最美就是郭菲莉 她当初在《东游记》之中出演的《牡丹仙子》 艳丽非凡 其实在新加坡女星之中 还有一位更加美 这位就是林湘平 她在我们中国发展的也是很不错 她的《东游记》、《宝莲灯》、《宝莲灯前转》、《夜光神碑》、《新芳世玉》等作品都是很不错 其中她在《东游记》之中出演了《真阳和龙三》 最让人惊艳 这个角色俏皮可爱 清新动人 当年的她秀美绝伦 双目战战有神 柔美如玉 她当时出演这个角色时 年龄虽然小这演技还是很不错 后来她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角色 就是当年和舒畅一起合作的电视剧《宝莲灯》 剧中她出演了《女二号丁香》 这个角色也是让人很惊艳 虽然女主角舒畅就已经够美了 可是她的丁香绝对不舒舒畅 她的丁香虽然迷惑不过也算是痴情 她的丁香清新淡然 拼挺鸟挪 同时她在《宝莲灯前传》之中 又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杨简的妻子寸心 她这个角色在剧中可能并不让人喜欢 这个角色没有嫁给杨简之前 她还是比较让人喜欢 结婚之后她太多迷 最后两人关系破裂 连香平她在娱乐圈之中发展得很不错 而现在的她虽然老了 不过生活很幸福 特别是老公也很帅气 现在再来看她的作品 大家还是很喜欢她 连香平她不单单是颜值高 她的演技很不错 连香平她出演的《冬游记》和《宝莲灯》 都算是大家童年时的经典之作了 现在的她虽然已经很少拍戏了 不过大家还是很喜欢当年的她 当然其他几位女星 大家也是很喜欢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林香平 她的哪一部作品了